台中市府追查含有致癌物苏丹红辣椒粉的流向 马上到有进货的肉品公司抽查 并且要求下架停用 时安处表示台中市总共有13家的业者进货这款辣椒粉 其中包含连锁超市贩售的家用四合一调味料组合 还有透过精华食品公司卖给汉莱集团乐视餐厅 还有三元商行跟五仙级锅物使用 另外还有小模仿进货的3000公斤 已经全面要求下架回收补的使用 其中五仙级锅物在彰化已有分店 彰化卫生局也进一步到场机查 这个辣椒粉是作为沾酱食用 那放在吧台上供民众依实际状况自己去用 那我们本局昨天记查当时 业者已经接过总公司的通知 都已经下架没有使用 餐厅业者回应已经全面回收 并且向上游厂商退货 而遭指明有使用辣椒粉的汉莱集团 强调自住餐厅并未使用该款辣椒粉 只有乐视餐厅使用少量调味 获报后也全面停用了 台中食安处表示辣椒粉内含有苏丹色素3号 是具有食安疑虑的毒化物 将会持续监督追踪维护民众食安 TVBS新闻廖王汉 陈志忠廖凡一 章话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